11月13日,中共中纪委官网引述驻中央统战部纪检组,消息称,日前,中兴社前党委书记、社长刘北宪被立案审查,其被开除中共党籍及取消退休待遇。 刘北宪被指与多名江派要员关系密切,曾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站台。 刘北宪被立案审查取消退休待遇,刘北宪被指违反政治纪律,对抗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多次违规出差乘坐飞机头等舱,收取礼金等,严重违反纪律,滥用职权,为民营企业谋取巨额利益,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流失,收受他人钱款贵重物品。 此外,刘北宪还被指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顶峰违纪、性质恶劣严重。 因此,刘北宪被开除中共党籍处分及取消其退休待遇,并移送法办。 今年8月16日,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所属的中兴社前社长刘北宪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 当时港媒报道说,刘北宪在主政专门进行对外宣传报道的中兴社期间,涉嫌罗用外宣经费及导致国有资产外流。 公开资料显示,刘北宪在中兴社工作时间长达32年。 2007年任中兴社总编、常务副社长。 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退休前,一直任中兴社社长、党委书记。 刘北宪与江派要员关系密切,此前有媒体披露。 刘北宪是周永康、薄熙来的人,据说他是薄州政变成功后负责新闻主管的大员。 在薄熙来最猖狂的2011年,刘北宪曾特意去重庆,力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 中共官喉人民网曾报道,2011年9月18日重庆市唱读奖传文艺晚会季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在重庆大剧院举行。 中共国桥办副主任赵阳、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常乐、 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清、中兴社社长刘北宪等人都在重庆与时任重庆书记的薄熙来观看演出, 并与薄在现场同唱红歌。 另外,刘北宪发迹被指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有关。 在刘北宪中兴社32年的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分水岭是2000年前后, 刘时任香港分社社长、中兴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这一年的9月,刘北宪随江泽民访问联合国安理会,并采访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 当时中兴社为此制作新闻专题,只要是关于江泽民的美化报道, 多是出自刘北宪,包括帮江泽民宣传所谓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刘还称其拍摄的江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照片终生难忘。 这次随江出访回国后,刘北宪立即升职为中兴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随后又在2004年兼任中兴社社委会委员, 在2007年升职为中兴社总编辑, 在2009年升职为社长。 而中共文宣系统长期被江派常委李长春、刘云山先后操控, 刘北宪在中兴社的一路升迁, 正是李长春主管文宣系统及刘云山任中宣部长期间。 此外,刘北宪与曾庆宏操控的海外统战系统关联密切。 在江泽民掌权时期,江派二号人物曾庆宏在当权后期曾掌控中组部、 中办、中央党校、统战部、安全部、港澳办等多个实权, 核心部门,其培职的特务遍布中共内部和海外。 中兴社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其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设有分社, 在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华人和境内外媒。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曾表示, 隶属于乔联的中兴社驻外记者中, 有多少怀有特殊任务的,已无需多言。 而他们的任务之意应该就是配合江派, 在海外影响桥界、影响舆论, 并在重大问题上配合宣传, 如诋毁法轮功、诋毁神韵演出等。 对此,刘北宪不会不知道内情。 周晓辉认为,刘北宪的落马, 不仅仅是清剿周伯渝读的重要一步, 也是习阵营进一步解决导致香港海外乱局背后的江派因素的重要举措。 刘北宪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另外,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这些年中, 中兴社刊载了不少诋毁法轮功的文章。 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 曾于2007年8月20日发布公告, 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消息公布后, 中共喉舌中兴社借用其中共邪教协会 名义攻击诽谤新唐人举办的世界性大赛, 笼骗中国民众。 追查国际指出, 将对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中共邪教协会秘书长王于生, 副秘书长李安平, 中兴社社长郭昭金, 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刘北宪, 以及所有幕后策划者进行追查。